感谢大家到场 首先咱们还是要有点客套 感谢一下活动的主办方 同家主书会的主办方 然后特别感谢上海人民 曹老师 还有贾老师 因为你欧洲有了法治 有了理性主义 理性精神 有了启蒙运动 有了民主 有了市场兵器 对产生的保护 这些东西 所以产生的客套 但是呢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 开始探访这个问题 到底科学是不是产生的这个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很容易教会的问题 就是大家 我就是非常希望大家 能够在面对一个观点 或者一个理论的时候 其实很简单 回到事实 去对它进行验证就可以 比如说科学为什么产生在欧洲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个简单的事实 早期那些科学家 他是在市场经济 在产权保护 在这个 这种 法治体系下 在民主体系下 是什么 不是 比如牛顿 牛顿在171几年 那时候是这个伦敦 是英国 王家苏比局的局长 这个 米开党基罗 达芬奇这些人 都是受雇于贵族 大工 或者是威尼斯的 并工厂这样的机构 而推动 现代科技发展 一个很重要的 机制是什么呢 比如像法国 王家科学院 说白了就是 科学在近代 最初的发任 都是背后 有某一种 国家力量 或者贵族力量 或者是资本力量 来能够 用一个不好的词啊 幻扬 其实是一个中性的问题 它才能发展出来 而且有一个 很强的需求驱动 什么需求驱动呢 牛顿最大研究 现在科学的两个 支撑一个物理学 一个化学 对吧 因为牛顿 就是物理学的这样 一个电机人 物理学最早 从哪儿起来呢 就是半道 对吧 不一 你严格来讲 你统一没有多少年 等等等等 所以这些东西 都凝结在 这个社会观念里边 在这个大型 都会和我心中 都这样一次的讲 就是观念的冲突 那么我今天就要跟大家集中的探讨 这个话题就是 到底是大小还是好 小好 大好还是小好 到底是分好还是和好 我觉得这是政治生活的一个非常多根本性的要命问题 那么 我讲课比较随意啊 如果想到它成了呢 大家如果有问题就帮我拉回来吧 那么就这个我其实在2019年的答案 明明秀语啊 讲过一次 就是反馈了 就是我提出了一个概念 叫可大可久 这个网上网友都知道 因为是从易经里边提炼出来 易经讲的是人 但是我拿它来理解政治制度 就是一个文明啊 你首先要能可大 其次才能可久 要扩张 然后能持续 能稳定 然后我们就思考 靠什么机制 那么社会科学讲的是一个mechanism 就是你简单的讲因果 其实是不够的 因果背后有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在哪儿 后来我就发现 我从这个工程学 从这个控制论里边提炼出来了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叫反馈 那么如果有理工科的同学 就不用解释 很简单 文科的同学可能略微了出来 就是国家或者人企业 它就像一个系统一样 那么这个控制论就提出了一个反馈 就是当你输出 比如我这个话筒 它输出的是一个更大的声音 对吧 这个声音会再输出又加强了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自我增强 叫增强回路 这个东西在政治生活里起作增强性的 它会让政治扩张 让一个国家变大 解决可大的问题 然后复反馈呢 就像我们人体的体温一样 它不是简单的增强 它是给你设定的一个水平 让你维持在这个水平上 它就形成一种比较反定回路 那么如果产生一种稳定的位置 国家或者文明就可以持久了 好 这个大家简单的朋友了解一下 记得到的问题 然后我后面主要今天分享出一点大块内容 一块就是这个政反馈 一块是政反馈 其实在一几年我讲过 但是非常简粒地提到 今天稍微的展开里面 而且呢我有很多也有修正 比如说政反馈 我们人类历史上有哪些政反馈会带来国家的破章 我总结了一下 它根本是基础 我还画个个问号 如果大家有随时可以给我提出来 比如决士 这个决士力量破章就是一个政反馈 它会带来一个文明确实的畜形的增长 历史上很多这样的例子 会不会去 但是决士扩张呢 它作为一个政反馈 它一定会崩溃 也就是它从控制论来讲 政反馈不断地增强 就一定会崩溃 比如我们姚明 它如果没有一个脑费体分泌的一种 副反馈机制 它不停地长长长 长到三米高 四米高 它没法生存 一定会崩溃 那么历史上 几乎所有的 都是在这个扩张的过程里边 一旦刚才死 这生物学 生物学讲一个生物体 它发育或者生长的基线 就是两大因素 一个是营养 一个是天敌嘛 对吧 它可能遇到没有营养 就扩张不下去了 或者遇到了天敌 就像阿拉伯扩张的时候 碰到东方马 然后再扩张碰到了唐朝 阿罗兹之战 后来碰到蒙古人 就把它灭掉了 对吧 所以天敌也是一种 那么决士力量 它扩张到一个程度 扩张不动 通常就会反噬 那内全就会带来梦碑 那么比如像秦和隋 这样的朝代 很大程度上 就是它没有能够 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 把它的这个军事扩张的机制 把它给复原 转化成一个平时状态 一个民事状态 你比如说三氧改革 等于就把秦国 整个改革成一套军功气息 对吧 然后后来和平了 那怎么办呢 修长城 拿这个正百岳 然后拿雄奴 之后还是搞定十三年 就忙了 那么包括谁也是 但是后来到宋朝 中国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 这个宋朝我知道赵欢音 被救使命权 他其实有很多其他的措施 包括像龙武分职啊 包括像这个 这个兵武席将 江湖士兵啊 对吧 平时江湖兵和我们读水五转 民称叫东京八十万进军教堂 问题是这八十万进军 平时不在东京 这个教堂们在东京 对吧 所以你那个 像金银有一次 围这个电竞城 到的城下就发现啊 男人不过如此 那你男方的男吗 男儿不过如此 宋朝人影 号称巴士滥营 没放人 你放两千名 放在房子边 我就过不来了 就过来了 那么他 但是他解决了 他其实目的是 就是解决军事的控制问题 所以从宋之后 大家看一看 还有发生过地方解误室 或者地方翻阵 这个坐大 然后表示国家灭亡 这个 都没有了 直到民国 那么你发现 美国宪法 也有这样的民事性条件 欧洲也把自己 叫斯基林 民事强权 对吧 但是我们是一个 政治性 就是不仅仅是文官 来掌握文官 而且是什么 是党 是政治 人民 来掌握这个行为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认为这一点啊 过去好多政治学界的人 他们可能是不太认同 或者是没有 完全理解到这一点 我觉得这是 当在世界上 政治权力 控制军事力量 我觉得是最先进的 这种方式 控制了 其他 比如很多这种 所谓的宪政的这种 和法民主制的这种国家 其实你发现 真到发生 现场危机的时候 出来看管政府 接管权力的是谁 往往是均盪 今天地球上 半以上的国家 差不多都发生过 这个近视转变 对吧 刚刚眼下发生了 这个缅甸 然后法国这几年 一百多个 退伍将军在写 那个公开信 要求救管 要求支持国家的分裂 然后特朗普 当年去年年里 要搞事情之后 我们就是一堆 老国方会长写信 图谈告 包括2011年 这个阿拉伯的村的时候 埃及 这个武术会 就莫尔西这帮人 把莫尔克推翻 然后上台 一上台 军方一看不高兴 美国人打电话 军方直接一出手 你什么选举 什么宪法 什么宪法制服 军方一出手 马上就一把你打掉 再比如像巴基斯坦 像这个 菲律宾历史 发生了多少这样 南欧 朱河雅 这个拉美 非洲 你想想今天世界上 政治权力 不在军人手里的国家 其实不多 包括美国 埃森豪达尔就讲过 美国七十年代 六十年代 就说美国已经被 这个 军工复合体所绑架 包括今天 你看埃森豪达尔之后 今天 每一个总统干 把他们的毛泽子 只能去做 没有人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真实意义 就这样过程 做去俊华 然后 当然 中国宋代 这种解决方式 它有问题 有时候会带来 像宋长皇帝 喜欢画正书 对吧 到了前线 跟蒋介石一样 指挥到联邮 这时候就老打败仗 所以中国也有这样的阶段 但是我们共产党的 这个 这个 制军原则 这个还有 讲政治建设和这个 这个 组织建设 其实很多方面 它是 它是辩证的 既能够有效地 掌控军事力量 又保证 你看我们部队写的 这个标语叫什么 叫能打胜仗 对吧 主要能打胜仗 第二是宗教 宗教这个很简单 不用解释 就是 假如我创了一个 《非天一面教》 假如说啊 那么 你加入教的人越多 可能女就越强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 就要抛在这个 这代的一个政策会 这样一个东西呢 大家想想 在人类历史上 非常非常重要 包括你看我国的佛教 佛教其实 在中国非常温和 在东南亚并不是 佛教在历史上 也很有战斗力的 没有战斗力的宗教 不只能 我到今天 这个马基亚维利 毕大帝马基亚维利 说过一句话 他说 没有武装的先知 都完蛋了 有武装的先知 才是先知 就是任何先知 你必须得有枪杆 就挺着你 你才能活下来 活下来 你才能扩张 对吧 所以宗教们本身 它是 它必须和军事里面 能够绑在一起 形成很新 那么 宗教是个扩张的 也很厉害 但是它也会带来 内部的崩溃 阶系 这个不展派讲 比如像 比如像阿拉伯世界 它的这个 徐约派 这个 徐约派 基督教世界 从早期 对多马帝国 开始搞的论 三位一体争论 一性论 然后这个 各种各样的争论 最后 等到穆斯林的大军 包围军斯坦丁堡 要灭亡 东罗马帝国的时候 西罗马开始想 你跟我不是一个教派 我帮你 东罗马的人 在城里想的是 我们宁可被穆斯林 政府 不愿意被 罗马那帮 这个 这个教师傲政府 一个教派内部的 分裂和歧视 往往比 不同宗教之间的 歧视更远 所以你看 在这个 地中海历史上 同教杀自己 不同教派的人 往往比杀 对方教 这个宗教的人 更狠 这个因为你是叛教人 你更坏 所以你看 这个东罗马帝国 西罗马帝国 内部杀了一段活动 但是东罗马 是和阿拉伯做生意的 和阿拉伯做生意的 西罗马也做生意的 人家反而是可以 大家可以坐下来 这个 讲一讲 对吧 我们这个 大家一起搭财 同教会的 之间的扫尔史 包括你想想 我上天讲 比如我们的太平天国 我们这个 同修权说 我是这个天王 对吧 我是上帝的儿子 然后这个杨秀权 杨秀权 东网睡了一觉 我是上帝的弟弟 你得帮我教书 对吧 就是教派 所以这种教派的纷争呢 就会投射到政治生活里边 变成派系的投射 政党 所以政党很大 是和这种医生教的提醒 那么这个 这个我讲吧 商业 大家也很熟悉 做生意嘛 拿本生钱 这个有一个常见的说法 说中国 没有资本主义营业 这个从八十年代以来 是我们使得这些 中文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 资本主义营业 其实这个问题 反着问倒是很容易理解了 就是中国为什么能够成功地 这个恶志斯文就有没有 其实你想想中国在 我们最早的这个 有记载的王朝 商朝 有实物的商朝 就是为什么叫商 很擅长做生意呢 然后这个西汉的这个商品经济 战国目前非常发达 有管子这样的人 有套租工这样的人 恰恰是因为到汉代 发现这个商业太发达了 会想到什么 会出现巨伤 这个豪强 他会去欺压百姓 他会倾夺国家的权利 然后国家需要 对这个东西进行制约 所以中国不是缺乏商业的基因 中国在主代商业的基因 所以把它插开一遍 包括到了近代 央天战争的时候 好多人 包括我们在这个 课本上有些也这么说 说是中国人 不愿意搞贸 说是中国人不尊重国际法 对吧 包括你说卖一座团的 都是说你很 那帮愚昧的 不尊重国际法 清政不尊重 实际上你回到当时历史里边 到底是谁不尊重国际法 中国当时是最自由贸易的国家 英国 法国 美国这些国家 都是处于叫重商主义的 重关税保护状态 到底是谁自由贸易 是因为你做了几十年贸易 你赚不到钱 改型都跑到中国来了 所以你才要搞鸦片 然后中国不让搞鸦片 就是在炮剑 对吧 说白了是因为正当的做自由贸易 做不过 你才会拍炮剑的 从逻辑上想 大家对不对 如果我正常的做贸易 我可以做鸦 我何必有拍炮剑的 就跟特朗普 如果跟中国好好做生意 能发财 何必敢问一样 对吧 所以这个是逻辑说 咱们日常 我也不怎么讲 所以恰恰这个问题 也反过来 为什么中国 能够长期的 有效的 遏制资本的恶性化 这个正当 其实天主教世界做到了 伊斯兰教世界做到了 但是近代 西方没有做到 资本扩张了 因为它长期分裂 没有一个中央的权利分数 所以这个问题很容易起来 那另外还有其他因素 比如像这个融资 比如像这个 长期的战争 战争的金融化 这个大家第一次参考 美国一个经济学家 叫Michael Hudson 赫德森 或者翻译成赫德逊 也可以看一下 他就讲这个战争的金融化 是现在资本里发展 很重要的一个人数人头 因为要打仗 老是要借钱 对吧 那么大家想想今天 完全站在这个 技术正反馈的立场上 要同时站在 正确人民的这样的立场上 综合地考虑这个 技术科学问题 如果技术一旦失控 那么将来这个世界 就像我们看到 好多美国的这个电视剧 或者电影 包括像美的新世界 像这个时间规划局 这样的时代 就会来像黑格帝国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 斯文主要的政反 对 那么未来可能还有多种 甚至会有不同的组合方式 比如今天的美国 它面临的是一个全国 美国既是一个军工 绑架的一个国家 又是一个西方国家里边 宗教化最猛的 又是资本控制 又是技术式的 过程很强的一个国家 所以美国人民 美国政府 来解决政军关系 政教关系 政商关系 和政绩关系的能力 和挑战是最大的 能力是最弱 而中国今天 军事问题解决得比较好 当时回想 宗教问题 十八大以来 大家看 我们领导人 正开全部宗教工作会议 很多方面就开始好转 对吧 控制新疆的这个报纸 所以西方人会不着急 天天收集总统灭绝 说白了就是因为 你做对了 你才能骂 你如果做错了 他绝对不会骂你 然后这个资本 我们也在想办法 但是这个能不能做到 很完美的状态 我觉得这是一个 政治质量的挑战 很难 其实问我 我也不知道到底 哪个地方 才是合适的度 这个度很不好打 就相当于我们在一个 边缘上赚一个硬币 这个硬币不是往外掉 就是往里掉 那么如果你对这个 商业和技术的政法 可以控制的过延 它开始萎缩了 你办办 如果你控制不好 它过线了 你也办办 所以什么叫政治 政治真的是存亡之地 此生之道 就是这个需要一些 非常非常专业的人 而且非常有政治情怀 和这个人民立场的一些人 来操纵这个问题 来对这进行调适 达到那个进行状态 所以台湾的这个 朱云翰教授 最近写了一篇文章 很有意思 他就说这个西方的选举制度 他说这个选举制度 从一个维度来看 就是不行的 从什么维度呢 他说投票这样一个行为 它的信息承载量太低了 就是一个二金制 一个一一个零 你靠这样的东西来 来搞政治 不是开了笑吗 所以你看一看我们 这个我说你讲 大家看到在政治生活里边 解决政军政教 商政继续关系 每一个都是要命的 而且互相是牵连的 一步解决不好 就是万九 所以正反馈 那么这种正反馈呢 需要一个东西 能够把它给很好的 控制起来 变成一个稳定的机制 既不能让它窒息 又能让它在 合适的度之内来发展 那么我要讲的就是 副反馈 副反馈呢 在人类历史上 我总结大概发展出来的 就是机构 这个福建 关联合公司组织 这个 时间有多 我简单的跟他讲 这个福建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我在19年 讲国 这个福建什么特点呢 就是打个比方 我们开这个 连锁店 对吧 我这个站一会儿 坐着要点 这个 我们开连锁店 有两种模式 一种叫什么 叫这个 直营店 叫家门店 对吧 你直营店呢 总店就可以 排店账 可以干预你的经营 可以查你的账 加门店呢 就像狗里 对吧 已经现在退市了 为什么 加门店搞太多了 这个牌子砸了 就是交易笔分子钱 就跟我们这个 个体出租车一样 其他的包装都是你的 然后什么事就管不了 那么封建制 就类似于一个 这样的家门店 模式 然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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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军事义务 同时呢 你不能干预 这一个事务 欧洲 国王 贵族 这样的模式 所以这叫 我的服用 服用 不是我的服用 但是这句话 大家就知道 其实只局限于法安克 和德意志范围是那样 英国不是 英国因为不满征服 所以王权很强 这个 这个 再往南边 这个意大利 西班牙 英国就有比较 比较强大的 国马城市力量 和这个 教会 所以他也不是 但是 我照顾 澄清一点 中国在西州 我们的统一的程度 就超过 中世纪的欧洲 为什么呢 比如像 这个西州的诸侯叫什么 叫大国三清 都是用天子人 你想想 相当于 国爵手下的这个 帮手这个官员 是由国王任命 欧洲是做不到 中国能做到 中国三清 五两清 是用天子人 小国二清 都是用自己 而且 咱们看 早期这个 文王五王 和周公三四分封的时候 有好多文献 天子是派着人 帮他带着人 到某个地方去建都 给他建都城 所以 叫建国 不是王建国 这个 周建国只有两层 天子和诸侯 往下是顿建国 但是 这个欧洲就不是 欧洲它其实 它只封给你一块地 就去建国了 这个我管不了 而且欧洲各个层次 它的主力性 都比中国要高 因为中国在这个 诸侯以下 就是家的 就不是国了 你就没有独立的 政治自主性 其实包括到后来 你像战国的时候 好多军 对吧 这个平安军 这个什么 春山军 这些军实际上 已经不是完完全全的 诸侯了 这个国王是能够 干预他那种事例 包括汉代 西汉叫郡国并行 汉代的郡里边 这个国里边 它其实一个是国相 是由皇帝认的 比如贾义就认过 长沙国的国相 另外你看这个汉代 历代 历任皇帝期间 发生判断 这个诸侯国 王国 首先要干什么事呢 先要请他国内的 两千代来吃饭 为什么 这帮人代表国王 代表皇帝 先把这帮人先砍 我才能造反 就说明国王的手 皇帝的手 是身在这个国里边的 所以中国的这个 所谓封建的独立性 是远远高于欧洲的 所以不能轻易地拿 西州封建 来比例这个 欧洲封建 那么它的特点 第一 它是一个弱莲和 对吧 很松散 不讲了 私权体系 因为它是 天子和诸侯 国王和贵族之间的 私相授受的关系 所以它要靠 或者是殷亲 或者宗法 或者这个 私人的权利 有关系 就是今天我们所谓 对法治关系来维系 所以我也不讲了 它是一个私的机系 第三呢 它是靠学统为组 所以为什么 这个周代 不管到 一直到陈秋战国 哪个国王的王室了 什么互相一扯 都是你是我舅舅 不是你 不是你叔叔 都是畸性 江性的这些大国 对吧 欧洲 欧洲为什么 王室成员里边 那么多遗产病 说白了就是 人口基数太少 互相杂交 这就导致这个 第四个特点 权力分层 这个我写过一些东西 这个 其实像美国的联邦制 很大程度上 就是一个中建制 现代的 现代版本 它是权力分层的 那么包括你像林肯 林肯的内战 南北战争 你看中国的话语来讲 那就是汉武帝 薛芬呀 你地方的分裂势力太强了 我就要通过战争 其实当时林肯 有人说都是违宪的 我这样一战争 我把你打扶了 这个大炮 真理的大炮的范围是那个 我通完了 我听话了 然后包括 我在去年的演讲里边提过 美国和东盟有两个重要的原则 美国叫中级贸易条款 宪法里的一个条款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联邦权和州权发生冲突的时候 不是像我们一样 叫地方服从中央 下级服从上级 而是什么呢 而是Avance 最高法院 所以美国为什么要有独立的司法权 国内有好多法学界 政治学界的人 讲中国也要搞独立司法权 搞三千分立 这个纯粹是胡扯 因为你看看世界上搞独立司法权 是什么样的国家 英国有吗 没有 对吧 搞独立司法权的西方国家里 就是美国 德国 德国 加拿大 什么国家 联邦制 它是协调联邦和州之间的关系 打官司 当这个问题涉及到经济 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和内部经济贸易关系 市场一听话 它会判决中央权力胜 否判决地方权力胜 所以你看美国宪法对中央权力 联邦权的这个规定 采取的是列举制 就是我宪法里边列举出于几条 你有几条权力 没有列举的全是州的权力 所以美国的权力支援 大家想一想 我们中国几千年这个权力支援是来自哪 是从中央延伸出来的 美国是从地方延伸出来的 这是两种根本的区别 比如像元朝发明的这个省 我们这个省 全称叫什么 行中处省 中处省是什么 是向权分出来的一个中央权力支援 然后它为了解决地方的问题 它走到地方就跟我们派出所一样 派出所是什么 公安分域派出的一个机构 省就是中央派出的这样一个 行中处省 行到地方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我经常会 没有时间展开 我发现很多很多 我们日常用的概念 其言不查其实是不准确的 我们翻译罗马帝国 管它叫兴省 对吧 对吗 绝对不对 因为 中国的省是行中处省 是中央权力外派来统治地方的 罗马的行政是什么呢 说把你这块你打服了 然后跟你当地的贵族或精英集团签订了一个联盟条约 然后你将 或者是你参与我的这个罗马城的投票 或者是你会交交税 你做报税人 它是一个省 它不是 它恰恰应该翻译成什么呢 罗马的这种promise 应该翻译成 县 为什么 郡县这两个字从哪来 战国最早产生县 其实县原来比郡高 县者全也 就是在封地 所有的土地都分封完了 就国内外边又抢了一块地 不归任何贵族 直接归国王 国王就派一个小官去统治 那么这块地叫什么 公悬在外的一块地 所以就叫县 后来县里边产生了居民了 那会儿有了人群 郡者群役 郡是产生了人群才产生郡 后来到秦 秦国之后 郡才告了一个县 所以从这个角度想 你想想 罗马的这个province 应该翻译成县 还是翻译成县 是县 它是罗马帝国 中央权力之外 一个孤权外边的一个 这样一个领土 或者一个联盟 或者一个联邦的事情 它一个叫县 制止连县都拿不到 比如像非洲行程 实际上管得是非常松散的 然后欧盟有一个辅助性原则 说来就是地方能解决的事 都要拿到中央来解决 越低层的权力 越延伸 越高层的权力 越是派生的 所以你看看今天美国欧盟的制度 本质上都是一种权力分层的制度 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封建制的 现代形态 这个东西好不好呢 有它的好处 但是呢 日常状态下可以运行得很好 但是一旦发生危机 比如说新冠疫情 大家就发现 这个制度确实是有问题的 所以最后一种地方性 地方性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 封建和军县争变最高峰的时期 就是秦汉 对吧 那么这个 向羽和刘邦 两个人各自代表什么样的决策 向羽 富贵而后还乡 如一锦便行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思维 封建的思维 就是我的权利 我的利益 我的租税 都是出在我的乡 我这块地 我取了天下之后 我要回到这块地 我心里才踏实 都也会跟 刘邦是什么心态呢 叫安德蒙世锡首四方 它变成什么 其实已经走向 郡县之一心态 所以从气度上来讲 刘邦绝对是 虽然是一个乡下 这个亭长 刘邦属身 但是气度上 绝对是高丽项 那么 当然 像你这样的人呢 就很容易在艺术室里边 留下来 变成一个悲剧英雄 所以人类就是这样的 所以很公平 想成功的人 你就能创建伟业 然后不成功了呢 你可以变成悲剧英雄 这个文学是写进来 其实很公平 好 地方性就说明 在封建程度下 它的权力资源 是来自于你的这块封地 一旦离开这块封地 你就失去了你的权力资源 对不对 比如说 我是鲁博的一个大富 这个封地 但是我到了赵国 我就没有权力要求人家给我以贵族的对等的代理 当然属于礼仪啊 属于外交礼仪会给的 但是就不同于这个军天制时代 假如你是经官做到资品 你到了这个南京 这个洁城的这个资品 多少就要是来给你对等接待 为什么呢 你是普遍性的官僚 大家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这种地方性 就是军天制度的一个点 说到地方性 大家想想今天的选举制度 所以我经常会讲这个话题 但是好多人批评我 其实想 大家如果想明白的话 就不是谁叫我 选举制度是个什么制度呢 本质上就是一个地方性 对吧 因为选举首先要画选区 这个选区画出来 选出来的人 你就是代表这个地区的意义 你没有任何义务 去代表别的地区的人的意义 所以你看我们的人大 为什么不是仅仅来到小区来画 有界别有其他的各种 对吧 但是比如按照美国这样的选举制度 选区上来的二端人 一个参与的众议员 我到国家政治 过程里边 做决策 我唯一的动机 就是维护我 本位力 所以共产党特别反对什么 本位主义 山头主义 但是在美国政治生活里边 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 是理所应当的 是正义 它的制度就是这种设计 所以比如说打个比方 我们的人大立法 不思考的是什么问题 思考的是怎么选择一个 最好的方案 尽可能的一个最优的 一个方案 但是在选举制度 这种大立法条件下 它在立法的时候考虑的是什么呢 它考虑的不是最多 而是 能够得到通过的 最底限度的共识 就可以了 假如我在参议院 一百个席位 我只需要得到五十一票就够了 我没有任何动机去得第五十二票 我为了这个法案把它搞到九十票 那是啥子 完全没有必要 五十一票就够解决了 所以你发现这种地方性的制度 它就会带来这样一种 它不是追求最优积的 而是追求一个 一个最低限的这样一个 能得到共识的这样一个解决 那比如像美国 先把美国这个立法里边 很多这样的例子 比如像朱罗彤立法 拿这个业案的筑建 来做交易 互相做这个分赃 对吧 就是这样一种地方性的结果 那么封建制呢 我不是说的不好 它其实非常好 我们今天仍然在做 比如历史上 我们解决边疆问题 民主问题 用到了大规模统一国家之后 依然在用封建 比如西汉 设匈奴都尉 是管什么呢 投诚过来的那些匈奴人 我怎么统治你 传统的俊县不灵 我就要设一个都尉 那么后来的 这个伯克 土司 到这个清朝 清朝搞这个蒙奇制度 对吧 它都是某种封建制 就比如说 元朝统一西南之后 设了这个土司制度 就是当地的 民意上是国家委任的 实际上就是当地的势力 这个家族的统治 从明朝开始搞改土归流 一直搞到了清光绪 才解决 中国光绪之后 全国的官员才做到了 全部是皇帝派的油官 我们的治理 那么 再后来到光绪 不是 到清雍正 雍正 我说错了 雍正 到光绪 新疆 新疆 改立行省 走中堂了 然后到后来 一直到新中国 西藏 才完全纳入 这天 对吧 所以这个过程 就发现 封建制在不同的时期 很有用 实际上 咱们用这个思路来想 香港特别行政区 是不是一个准封建的结论 一国两制 对吧 所以你看一看 最近这个 林郑月娥 前不久的新闻在讲什么 要让香港和内地的公务员 互相挂持 前两天 大班区开始招聘 香港公务员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 非常精彩的 制度变革的 这样一个前夜 就是从封建市 向郡县市的演进 所以它不是说 秦汉才发生的故事 今天一人在发生 然后随着香港公务员 越来越多地 融入到中国的政治体系 越来越多的 这种国家认同 它自然就会 融入到这样的体系 那么将来 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 台湾 我们正在进来 我们还要不要经过 这么一个过程呢 还是说直接上来 就给港区建制 直接派台湾党委 台湾省委就先入了 能 会不会有复免效应呢 这个大家思考 我也 这个没有想清楚 这个问题 另外就是在世界上 中国是从秦汉到随唐 完全撬出复免制 在其他所有民族和地区 都是到一战之前 才基本上走出复免制 而今天很多地方在发生再重变化 这个词也不是我提的 福山最早提出来 叫repatri monetization 重新回到许人政治 学统政治 法国的PKD 也在讲这个词 为什么 财富的代际积累 已经带来了权力的代际积累 就是再重变化 平民没有出身的机会 那么 所以你像这个欧洲 像英法是 以1850几年到1870几年之间的续 印度1864 这个俄罗斯1866 25年 还是24年 这个情况 土耳其1876 日本1867年 美国最晚 美国是1883年 才等于走进了 今天的这样 郡县制的时代 像这些地区 今天其实还没有跳起来 包括日本韩国 日本韩国 我们曾经认为 非常现代的国家 你如果真的了解 它的政治结构 和政治国际 说你不客气的话 依然是半知民地 半分别手 一来往二手 大家知道有些人 去读日本的文法政治 去读韩国的文官政治 你就发现 他们那些伟大的政治家 他其实做出了 巨大的牺牲和努力 想突破这样一个结构 所以为什么 你想在韩国 那么多总统 下台时候 用了坐牢 用了自杀 对吧 他其实是面临 非常艰难的一个选择 他不甘心随国逐流 严着就会往下走 如果到韩国 这个地方 肯定有非常熟悉的 韩国老百姓的生活 你去真的看一看 他的下层老百姓 你再回到我们中国 有时候可能就会觉得 我们也不是那么那些 对 那一辆没那么厉害 好 这个不展开了 观察师 就是这样一个分心抵抗 你的一部分和你的整体是一样的 然后不断的这个 我就不自我自己 是吧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秦发明的 对吧 三宫九卿 这里边有正常军位 现成县位 它其实是一个权力 纵贯到底 然后从在不同的级别 中间自我复制的这样一个形式结构 这个结构非常厉害 在自然界这种分心结构非常普遍 为什么呢 因为它符合这个效果 符合优势的这种颜色 在政治生活里边 演进出这样一个结构 我觉得这是人类历史上 非常伟大的一个发展 我们过去经常讲 中国的司法发明 是造成书因发明 那些很重要 但是我始终认为 真正重要的 最伟大的发明是这些东西 到今天全世界都在用的这些东西 包括科学制度 那么这样一套体制呢 它有什么好处 当然我们今天的制度 不仅仅是这样一套 我们今天的体制叫双分心 还有一个 这是国务院系统 对保共委 然后就是省里边厅 市里边局 还有一个是党中央 然后到了省长 然后这个党政委 党市委 一直到我们 基层导致部都有左线桶 有没有桶 一般有左右线 现在有纪 对吧 最近有点都 加这个纪委 我们这个双分型 这个双分型 大家想想 怎么理解 去年的武汉疫情 就是理解这种分型结构的 效率的最好的一个例子 我刚才讲 封建制叫若远河 那么军建制就是有基整河 所以叫如深之始 必之失止 去年的武汉疫情 大家回想一下 那个过程 相当于你的手指被打断了 你末梢全部萎缩了 这个如果你没有一个足够的 这个运用和这个运用自如的能力的话 基本上就躺倒了 这个当年我爷爷是个老八度 解放这个徐州城的时候 当时就说 包围这个徐州 说这个前线好多 好多层这个针 然后里边的国民党要突围 突然一下子就把这个 几层针利都给打穿了 然后就靠最后就两牌子 然后给他打了 所以一旦遇到这种 碎不拉朽的状态 你很容易就躺倒 我们生活里边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比如我欠的分文太多 到最后再次再来 醒 醒出来了 我可能刚才就躺倒了 大的地球不会毁灭 对吧 每一次冤 对吧 或者明天考试了 明天开会了 我打开后 我就脱罐了脱摔了 但是你发现中国的武汉 就能够 让这个相当于做这个 断肢承接手术 把基层的组织 迅速的就又给生长起来 这个东西 它不是一百年两百年 能积累出来的一种能力 非常厉害 这是假意的话 第二 它是一种公的制度 而不是私的制度 那么这部分我不展开讲 我在江西卫视 有一个节目 就是 叫做咱们叫什么 闪耀东方 就是建党百年 做了一个专题节目 可能近期要播吧 我那集就是讲 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的政治传统 其中有一个话题 就是讲 公共性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不展开了 说白了 它就离于大规模的政治秩序的运作 产生了一个公的关键 那么第三 就是最先是官僚制 带来的是一个平民政治 所以分出这样多的誓言 到商量改革的军工学 到秦以利为师 到汉代的举荐 到曹操 九品 这个中正 到非常地科学 这样一个过程 一千多年的时间 逐渐让平民越来越多 进入政治生活 到宋代 就变成不一倾向 满朝堂这样一个情况 这个东西我也不夸张 宋代的这个平民化的 政治平民化的这个程度 我觉得如果严格来讲的话 可能比今天世界上 大多数国家都要平线 今天大多数国家 平民参政是达到这个程度 有让他统计过 比如像是谁 明初百年 这个做官的 有60%的是平民子弟出身 这个比例非常非常高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比例不高 你可以对比一下 13世纪的威尼斯 有参政权利的人是1.7% 光荣革命之后 英国有参政权利的人 不到3%还是4% 这个机会太准了 就回去查一下 美国独立战争之后 美国立宪的时候 参与建国的这个比例 百分之 这个比例我忘了 大概2000多人 2000多人 2000多比这个 300万 大家自己算一下 远远低于我们的60% 当然这个比例不能这么比 这个不是一个严谨的比例 不是一个严谨的比较 那么所以成功的平民正体 第四点就是权力参透 权力参透 然后大家看一看 在秦之后这个制度 这个口出来了 那么黄泉是可以到达哪 到达县 对吧 然后从西汉开始 县令必须是500里内国为官 你代表什么 是由官 你必须代表国家意识 而县城县位这些蓄力 代表什么呢 必须是当地人 你代表地方适应 所以为什么我们近代说中国 这个毛主席说中国是半人民地 半封建社会 县以下 我们到民国时期 还是封建社会 这个郡县的结构 只是在县以上 那么 也是一个很高明的制度 在你能力技术 只能达到这儿的时候 通过一种方式 把国家权力和这个社会权力 能够 西方人特别喜欢讲 国家社会法分法 其实我觉得中国解决的最好 通过地方的这种 不建化的一种制度结构 把它扭在一起 在这个县压 小小的县压里边 什么八字县压 朝南开 有礼物前后进来 但是不要小瞧 这样一个县压 是人类历史上空前先进的一种 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的 一个交接链 非常伟大的一个制度设计 但是这个东西呢 情致了 两千年皇权下限 再往下沉下去 地方势力太强大 国家能力 通讯能力 技术能力 资源能力 都不够 被谁出货呢 西方国 国民党的时候 国家人民的官员 最底层 县主席 后来县主席 不行了 县党部 新中国是第一次突破 皇权不下县 和乡一级 所以按照县法 我们今天乡一级 和街道一级是什么 是公委员 村一级和居委会是什么 是村民居民自治 我们的县党机构 但是呢 不要忘了 我刚才讲 我们是一个双分型 双分型就意味着 还有党的这个体系 这个党的体系 从建国开始 甚至从这个根绿地 从这个 根绿地时期 就已经到什么 到村一级 突破了中国 两千年的一个权力屏障 靠什么做到的 一个是共产党的组织建设 一个是什么 土地改革 所以有很多文人 很多知识分子 这些年一直想颠覆 这个覆盖 土改的趣事 比如像我们著名的方方女士 对吧 这个土改呢 作为历史现象 我们允许对它进行 这个检讨 去总结经验教训 去争论都可以 但是它的历史的定性 你是不能否定的 因为没有土改 中国基层社会 依然是封建制 今天有很多人在主张 要重新让它 新乡贤 当然这个新乡贤 看来是从那个脚步讲 如果你讲的是 一些进步企业家 然后在村一级党委 党事部的这种 共同武力之下 来改造乡村 这是好的 但如果是制造出 新时代的黄世仁 那就历史的爆车 你当天何必脱部的方便 去考树改文 对吧 你直接回去 所以这个权力的穿透 你看看我们 两千年来 一直到今天 我们这个制度 它是一个活的机体 它并不因为改朝换代 不因为这个时代的变迁 而发生了本质性的断定 我们只能是对它进行 不断的改造升级 让它达到一个 新中国 让它达到一个 人民性的革命性的改造 但是内在这些逻辑 就是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诗 在进行秦政法 我们的骨子里 所以去年的大秦术 背后的争论 大家想一想 是体现政治立场 而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的成果 好 那么这是一个权力穿透的问题 还有就是普遍性的问题 这个跟封建制不一样 具现制呢 官僚制 你一旦进入这个体制 你就不再代表地方 对吧 我是上海的动物园考上了 那么我不是代表上海市 这是一种普遍性的代表 那么这个我不再开讲 所谓美国理想制度的神话 放到中国历史这个视角上来看 完全像 那么 这个 军县和封建呢 各有各的利弊 所以这个我在文件讲里边 讲过这个话 过言五说 封建之师 起砖在下 军县之师 起砖在上 怎么调节呢 最好的理想方式就是 绿封建 俊建之中 是一个统一性的框架 但是给地方更多的活力 比如说改革开放 中国为什么成功 邓小平这样的人 绝对是 非常高明的 这个乔牌手 治国 专家 为什么 治国大师 调的结构 准俊线结构 本来是借着这个疫情 可以坐实 坐大 变成美国的一种 美国特色的 调改机制 但是今天依然没有达到 为什么被大部分成为 特朗普的告毁 所以美国今天依然是一个 基本上有快和调的一个结构 而中国是调快的 关系 这样的一个结构 你看一看疫情 最惨的 今天最惨的 美国 印度 巴西 都是什么国家 联邦制度 对吧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 是可以引起大家思考 那么 这个段调说的 我有东西阿拉 我是讲到 八点 八点半是吧 这个我今天扯太远了 才到重点 这是我这个书 我这个书呢 是我这个整个思考 放假里面很小的一部分 就是说过去四十年 我们对美国的理解 大家读的从读者文哉到教材 到网络的那种 这个鸡汤文 给大家传播的一套 关于美国制度的观念呢 我觉得都是赚不住的 你凭什么的一个五月八号 一帮清教徒 跑到那儿搞了一个契约精神 就可以建立起 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 怎么可能 对吧 骗子最小孩可以 但是非常可惜的就是 我们白发苍苍的 美国研究专家 都相信这样一套神话 说实话 我在提出这样的观点 大概十年前 我是非常不单的 饱受攻击 因为我当时是在这个 算了 说我到老公讲 我最早是在欧洲研究所 后来在美国研究所 一直研究美国制度 但是我提出一些观点 发现专业研究权 大家是认识认识的 不认识的 那么今天我对不对的 其实我也不确定 我争出来 让大家来检验 历史来检验 我觉得如果我讲的是对的 那么这样一个思路 是可以解释美国的制度 就是因为 它是一个公司主价 这个部分我不展开了 大家就可以翻里面看我的书 如果不想翻书呢 将来我的网上会 文威瓦克 做各种小视频 给大家逐渐地展开讲 但是我这个书里边 我有一条线 我没有把它提出来 因为提出来的话 这个书会分贝 或者会主线就不清晰了 还有一条什么线 先把我这个主线 简单介绍两句 就是说美国的制度 从英国 从荷兰 最早从威尼斯过来 它怎么过来呢 就是威尼斯是第一个商人组织的国家 它在13世纪之后发明了现代公司制度 它很本能地就用公司的方式来组织国家 所以 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政府结构 有一个董事会 然后加一个CEO 今天几乎所有国家都有 包括我们的人大和政府 就有这样的一种销售 我们都记成 这个东西非常高效 为什么呢 股份公司是最适合做生意的方式 对吧 你拿它来治理一个国家 它必然是非常强的商业精力力 随后来维尼斯 荷兰 英国 美国 结起 那么 我在书里边没有提到的一个主线 另外一条主线 就是 还有一点因素 是因为我刚才讲到的战争经文化 就是当时欧洲人 我刚才讲了 科技革命 现在已经努力 开始打仗 这个战争带来了 对财政的巨大压力 所以 国王借不到钱 就打不了仗 像英法百年战争 为什么法国不得打赢了 因为法国当时找到了融资的方式 然后 那融资就能买火炮 火炮是极其有花钱的 有了火炮 就能做到一天之内能攻陷几个英国人的堡垒 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 你知道在历史上 堡垒或者工程 孙子冰法讲什么 上军伐谋 其次伐交 其次罚兵 最后的是什么 工程 但是到了这个融资和火器的时代 可以一天轰掉好几个堡垒 但是后来呢 意大利人就发明出来一个叫论堡 这个论堡可以防火炮 我们清朝这个压连战争的时候 刚开始遇到英国人的炮 就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的城墙抵挡不了 因为我们城墙是抵挡什么 弓箭 它那个开放大炮打过来一爆炸 就塌了 后来也是跟英国人 逐渐学会修这个论堡 就是那个鞋脱度非常大 然后在四角 然后在边上就有论 我原来留学的那个小城 叫德国的曼海姆 大家上网查一下曼海姆的地图 它的城就是一个圆的 然后周围就是一个一个小将 跟太阳一样 为什么 它就是当时的论堡 那么这样一种风险投资 或者这样一种靠融资来打荡的模式 国王要借钱 国王如果你是一个自然人 你会死 你会违约 后来法国国王就违国约 法国后来在很大途中 因为违约了 所以被砍 英国国王为什么被砍 也是因为你借钱违约 那么后来这些资产阶级就要发明了一个东西 什么呀 法人 法人是不会死的 所以我在书里边提了一小节 提到了这个法人观念的远进 但是没有提这样一个角度 就是法人他是不会死的 所以他的融资成本很低 那么凡是建立了现在待遇制的国家 都是产生了一个什么东西 把国王变成一个虚位放来 真正负责借钱还钱的是议会 这个议会是每几年选举一次 里边人是变换的 是一个什么 类似于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假如说 他的人变了 但是公司的法人还在 对吧 不因为你换人而换公司 他还得起这个钱 所以建立这种待遇制的国家 都获得了资本 这也是现代待遇制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这句话我不念了 我再看一下 好 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 那么这个公司国家的制度重点就是 国会有加总统 董事会有加协议 这部分呢是为了几个联邦制度的问题 第四人就是组织 这个我之前在网上没讲过 在国家形成之后 官方的一套制度结构 我们不再把它称之为组织而把它称之为制度 那么留在民间 还会产生类似的有组织的存在方式 我们就叫组织 这个组织呢 在历史上普遍存在 但是秦统一之后 就处于地下或者草原状态 为什么 中央权力天然的是跟它是对抗 零和国益 此强彼落 所以不允许地存在 那么看一看我们历史上的这个各种起义和动荡时期 背后宗教交通的 四岩贩子 这个走私海盗 烧炭工 各种各样的这种组织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 我刚才讲了 在小农时代 农民的眼睛是看着脚下一文三文字 只有一种人 他从小 他的眼界是以天下为单位 就叫什么 朝威前舍郎 目瞪天子 他是不甘心于在这个土地上生存 但是还有一种人 就是什么人呢 比如说烧炭 他们在深山地铃里边有密道 然后这个 这走私海盗 就有自己的网络 甚至是能渗透到工程里边 渗透到太阪里边 渗透到城市 兵营里边 这个这些宗教 比如去年的那个 前年那个电视剧 叫庆明月 叫庆明月 讲那个诗 宋仁宗 宋仁宗好像刚才就处理这个 迷路教的问题 对吧 宫廷里边都会有他的秘密组 我们现在孩子玩那个什么 刺客信条 这些东西 在欧洲历史上都是真的 有这些东西 那么这些人 他在一个小农的地方演戒时代 他拥有普遍的眼光 信息 人员网络和动物体 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 练武术的 就练武术 有一个价格 就是有的是走明堂 就是什么 看家护院 保镖 这个护卫 到那个官府里边 当户军营 这些人走明堂 或者当教练 还有一些人走暗堂 干嘛呢 都不是人窍死 飞檐走壁的 大家行李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然后武术圈还有撑点 大家知道撑点吧 就跟那个志祺维吾传 里边那个什么 宝塔真和妖 黑化 比如说我们像北京那个武术圈春典 塔尔密 好像就是跑彻的意思 对吧 这种一套黑化体系 这帮人组织能力非常强 所以每当中央权力萎缩的时候 他们就起来 而如果没有他们 其实也不行 那为什么 当没有这些因素介入的时候 一旦中央权力崩溃 带来的是什么 大规模的流民 这个很可怕 流民摆来摆去 就跟这个黄河 夺卫入海 夺卫入海一样 一下子就是几千里头摧毁了 但是有了组织的这些人 他们把流民组织起来 迅速形成像黄金军啊 什么这个赤梅 这个陆林啊 他们迅速的建立政权 让秩序从永远 而他一旦建立政权 他变成政府 他开始打压组织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 就是这样的变政关系 在西方历史上 因为没有中央集权 没有大规模的政喜 所以组织特别发展 比如我刚才讲到的 刺客紧条 这个西方历史上 各种各样的科学的 文学的 这个宗教的 贸易的 行会的 各种各样的组织 遍布社会 它这个社会是 被各种结底组织 和组织起来的一个社会 也很难 它的自治能力是有强 那么甚至有一些国家 不是产生于 传统我们这种政治生活 就像我前一部分讲的 美国是公私国家 今天世界上 一大半国家 是不是来自于 我们这样一个历史的政策 是来自于公私 比如印度 历史上有吗 是东印度公司 巴基斯坦 孟加拉 菲律宾 马来西亚 一直到拉美 非洲 几乎所有的 这些地方的国家 都是原来的 贸易的资源 公私在当场 但是还有一些国家 是组织也 比如德国 德国前身是朱鲁士 朱鲁士的前身是谁呢 乔顿骑士团 乔顿骑士团是什么呢 就是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 就今天把义 封出这个地方 基督教徒打到那儿 占了一些小城堡 跟这个穆斯林天天打 天天打 有一帮 法国的或中欧的教士 披着一个打床杆 上面秀一个红十字 然后天天打 打了有一帮人之间 结下了这种 生死的这种兄弟 然后我们几个人 建立一个骑士团吧 然后占了一个小城 包括像三大骑士团 还有医院骑士团 对吧 建立起来之后呢 跟穆斯林打了 最后被打败了 跑 跑到哪儿呢 跑到克里特岛 跑到今天的塞浦路斯 这个原来塞浦路斯的 驻华大使 跟他非常熟的 一个打胖子 这个塞浦路斯那个国家 你看看 他在地中海里的位置 非常有意思 他就是从中东 逃回欧洲的 一个必经住 然后他们走到那儿 后来又不行 就被人赶走 跑到东欧大草原上 把当地的土著居们征服 然后建立一个国王 叫什么呢 叫托鲁士 后来变成德国 所以今天德国这样一个国家 它的基础 就是来自于一个中教主体 所以我们中国人 很难理解组的这种民族 包括像考斯基 这个早期一个 共产主义的理论家 拿后来这个修正了 任格斯曾经说过 考斯基是一个 当时是一个真正的 马克思主义者 他写了一本书 叫《近代社会主义的起源和基础》 他就讲到 共产党和近代社会主义的 一个重要的来源 是 东西都在资本家说 我拿什么给你拿 对吧 我把我原来行货基础上发展的地下网络 组织起来 所以就理解为什么是纺织业最早产生 社会主义的 因为采矿业有个特点 它远离是城市 所以你组织再强大 你万一步到这个城市里面 你搞出社会主义革命 对吧 那么列宁就发现了这个 列宁说 无产基金 除了组织 没有别的主义 列宁创造这个发明的 一个集中制度 这个原则后来 几乎今年第三世界国家 在反平民主义 在独立的过程中 很多都是用到这个东西 包括你像这个阿拉伯复兴社会党 比如萨达姆那个党 在西方文献里边 很多人管它叫电影主义政党 当然我们认为 它也不是一碗设计划 但是单从组织原则来看 像在一个比如说 国民党和共产党 在西方文献里边 有时候都被称作电影主义政党 国民党也是 否则我们没干理解 为什么924年国共要组织 这个国民党 要用列宁的这套原则 因为我前面讲过 从封建到郡县 我们两千年发展过来的 这样一套体制 归根结底是一个农业社会 当这时候大海上 这个虎门 这个江面上 飘过来几艘 由工业文明 武装到牙齿的 现代公私国家的 戾气到来的时候 你干不过它 这个时候怎么干它呢 唯一的办法 拿列宁的建党人子 把人组织起来 所以大家想想 孙东山说中文人 一盘三十二 武迅说中文人一盘三十二 武迅说中文人一盘三十二 没办法 这个电影的大学战 对吧 这个大学战里边有个长镜头 这个淮海战役 长镜头 演那个黄维兵团前 这个秦记的那个长镜头 网上有文章带来看一看 然后它是一个航拍 从头到尾 一镜到尾的镜头 这个网上看过一个故事 就说当时这个导演 说那个为了还原历史 请那些国民党的老将军 看一看这个是不是这么回事 那个老将军看了之后 说哎呀 拍得很好 但是呢 如果黄维能走出这样的阵型 他就不可能打败坏了人意 这就是一个组织能力 所以大家看这个从清末 到民初打的仗 中国人打的是什么样的仗 那简直在中国历史上 那是侮辱啊 我们曾经有韩信 有刘秀 有这个诸葛亮 有关羽这样的民族 竟然能打出那样的仗 说明什么 因为一切组织手乱失败 然后再看 到这个湘江战役 到四路是水 你再往后看这个战争的形式 之前这个北洋军阀曾经 好像是凤系和直系吧 有一次战争 打了一下 射了无数的子弹 就一个人没死 为什么呢 长官发子弹 命令就是不把子弹打过去 根本不看 这天打 打完了 然后长官里面就走了 这叫战争吗 所以为什么在日本侵华 这样的就潜起面前 这么大一个国家 能够摧骨拉朽 竟然是扛不住 因为你是知名破碎 你是一盘散沙的 通过这种方式组织起来之后 你再发现 俄罗斯从资本主义电潮 坠落的一款 变成了超级大国 中国从王国灭种的边缘 现在终于回到民主复兴的边缘了 所以这种东西啊 组织这个因素 也是我们理解今天世界的 很重要的 那么美国的政党不是 美国的政党是叫粉丝党 就是你在这头你登记一下 包括最近这个拜登 拜登靠作弊上台这个证据越来越危险 最近你看 好多证据 这个拜登 民主党现在为了维持自己这个优势 现在有很多忙的手段 就是尽量放松这个选民登记 说白了就是让粉丝党的这种特征更明显 最后呢 我就更容易做进来 但是你看看欧洲政党 不管工党 保守党 积民党 还是什么绿党 背后都有这样的色彩 就是它跟我们共产党 它在历史根源上是有同源性的 这样一种社会组织方式 当然信仰不一样 理念不一样 形式上是一样的 所以最后呢 这个用两分钟啊 我讲的这些 说白了就是为了引大家到这张图 今天世界上 这个图我之前讲过 所以我很简单的介绍一下 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这都是在这个图里能体现出来 这是我经常讲这个图 因为这是我最大的一个专利 大家可以盗取啊 但是写一下就是范萌萌 那么 中国这个党来自组织 考试来自于官僚制度 选举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封建制 对吧 这个那个谁 张大言讲过 选举正体是封建制变体 选举就是封建制变体 然后里边这个代议和官僚这种关系 它是一个什么 公司国家 董事会和CEO 然后独立司法权 是一个什么联络 是联邦制的变体 联邦制来自哪 来自于封建制 所以你看看 我讲的这四种因素 都是今天仍然活着的因素 形成了这样的结构 那么我就不展开讲了 最后他们要解决的 人民 真的或者假的 来控制政治权利 然后来解决政军 政教 政商 政绩 如果大家懂得了这四种关系 那么你在看世界政治的时候 就是一目了 所有国家的政治制度 主要就是解决这几个关系 如果解决好了 这个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 解决不好 今天世界上 大多数国家都在面临这样的挑战 民主聊生 比如说印度现在 按照中国古代的道德观念 这已经是叫 叫解民道权的时候 应该王室 这个叫新王室去征华了 已经老百姓每天死那么多 这已经是 按中国这个儒家的道德观 已经是不道 应该要 要阻止 要让新宿呢 这个 这也不是我们的人民 对吧 咱们也管不了 现在是一个国际关系 国家组合的 国际关系的重新社会 所以人类啊 人类政治非常严重的挑战 和非常漫长的未来 我认为 人类未来要追求的是什么 就是要让国家的政治 越来越变成 国家之间的政治 越来越变成了一个国家内部的政变 把生死存亡的竞争 变成能够妥协和分配的政治关系 说白了就是我们讲的 人类应于共同体 这个东西很遥远 但是我觉得人类必须追求 而且这个时间表越来越紧 如果人类在按照现在这种德行 在这个沉沦下去 那么自然的毁灭 人类的悲剧 可能真的会很快回到来 我觉得像新冠疫情啊 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翘翔成功 当然我觉得我们也应该 加快步伐 探索火星 将来每天逃离地球 对吧 我们都走 对吧 此地不容易 自有留意 好 我就讲了那么多 后边时间大家绿得 交流 好